开门 开门 这早天杀的又把我乱放 你看啥子国际玩笑 这些年不一直这样放吗 这些年都放错了 无语 蛋黄密度比蛋清小 横着放蛋黄容易上浮形成贴皮蛋 贴贴 贴贴 来吧来吧小老弟 贴着我就变成臭蛋 救命啊 那你说咋放 我得竖着放才能保鲜啊 嘿呀 简单 我怎么又上浮了 又变成臭蛋了 你这遭天杀的 小头朝上也会形成贴皮蛋 得大头朝上才行啊 为啥非得大头朝上啊 大头有气势 蛋黄上浮 气势可以起到缓冲作用 这样蛋黄不容易 黏在蛋壳上 而且我能呼吸顺畅 就更能保鲜了 哎呀 舒服 大头朝上小头朝下 以后又新鲜鸡蛋吃了 妈妈 你别丢下我 儿子啊 咱们杜鹃鸟是丧 是鱼儿 妈养不活你 我刚摔了一个喜鹊蛋 给你在争取的空间 你认喜鹊做妈吧 我只有一个妈 我不要喜鹊 老兄 为啥你长得 比我们大那么多啊 谁是你老兄 傻含含 你莫大方应该不会了 下去吧 你这哪来的野鸟 肯定不是阿门亲生力 这下去的 是你才对 不是野鸟 野鸟 野鸟 埋麻药 闭嘴 想把你们都推下去 这样我就能得到所有的食物和爱了 你这个混蛋 救命啊 妈妈 妈妈 老大 其他兄弟们去哪里了 我也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 儿子 你说奇不奇怪 明明是亲生的 你怎么长得越来越不像我了 谁是你亲生的 你眼神可真好啊 这么就才看出来 我是杜鹃 不是喜鹊 啊 什么 你不是我的孩子 那我的孩子都去哪里了 我把他们都推下洞穴去钱太奶了啊 天哪 你怎么下得了手 他们都是你的兄弟啊 这就是我的本性 你个呆鸟 替别人养孩子都不知道 真是糊涂 哎呀 我竟然遇到了杜鹃夺潮曲 你知道吗 有一种树一生都在经受临池酷刑 被千刀万挂呢 嗯 那个倒霉蛋就是我香蕉树啊 你们的爱千刀是夸张剧 到了我这里是陈树区啊 你看看这些疤痕 都是人类为了获取我的职业 留下的证据 曾经我们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可是人类无意间发现了我的树枝 粘稠又有弹性 然后灾难就来了 哎呀 这东西挺有弹性啊 搞不好有大用处 小你们 一起来告他啊 你们要干什么 把你的职业都交出来 我们要造轮胎 造床垫 造可多东西了 哦 我就这样 除了人类的四大工业原料之一 莫上了千天处行的悲惨日子 最近需求有点大 得给他安排加班 1996呢 还是007呢 我发现了一个增加产量 提升至然的办法 橡胶树经过白天充分的阳光照射 又经过一夜休息 凌晨的时候 体内水分饱满 树叶的蒸腾水分也最少 所以这时候配胶最好 你们真不当人啊 这种日子过几十年 爱上几千刀 我受不了了 感谢老铁为人类心情的付出 希望你将来 不要再做橡胶树了 小子 你以后肯定是个 没人喜欢的大胖子 误狐说 现在咱俩长得都差不多 还都是一个骂生的 低沙就不是你变成胖子 哎哟 你也不看看我这里可是块风水宝地 不让松软 我就能往底下扎根 以后长出来是又壮又长 你那边有石头 土之硬 以后只能横着长咯 我才不信你 我只要努力 就能数低石穿 我早就说 你会变成胖子 还不信我 我这么胖 这下真没人喜欢我了 哎呀 这红薯长得这么圆润 健粉多 腾分少 最近减肥 正好拿它来当主食 长得胖也有好处 也有人喜欢啊 小兄弟 你长这样 咱们怎么在家实现蓝莓自由啊 长得不好 不能怪我啊 我已经尽力了 没事 哥哥我关照你 这是进口的矿泉水 听说里面不含矿物质 给你喝了 你肯定能变壮实一些 来 兄弟 干了 大哥 大哥喝不下了 咱们烂煤水不能浇多啊 会导致烂根的 你呀 浇水要施水 浇多要烂根 这么悄惨减肆的 能长大吗 我都是来者无惧的 我好难受 怎么养分都吸收不上来了 大哥 这是碱性水啊 咱们烂煤在酸性环境才能成长 碱性水会让土壤 没活性降低 我就更营养不良了 这样吧 我就是关心责乱 我再给你浇点自来水 保证你长得壮壮的 兄弟 你怎么了 你这也太脆弱了 怎么喝点水就完了 哎呀 这蓝莓怎么绿重毒死了 谁直接给他浇含绿的自来水啊 自来水都得晒过之后才能浇 算了 有空再买一颗吧 嘿嘿 这下 又只有我一个人独享这片阳台了 说了多少遍了 我不吃香菜 你怎么还是每道菜都放 这香菜多好吃啊 还是我一早到菜市场去挑的呢 我辛辛苦苦做这一桌子菜也不容易 你这挑食的毛病该改改了 一股肥皂味 谁来一吃谁吃 我宁愿一辈子荣华富贵也不会吃的 我还以为你要发什么毒誓呢 挺好闻的 要不怎么叫香菜呢 你不会是嗅觉有问题吧 你猜嗅觉有问题呢 你们两个都没问题 这爱不爱吃香菜啊 都是老天爷说了算 这还涉及到玄学呢 非也 非也 真相其实是 在你的十一号染色体上 有一种名叫 OR6AR的特殊基因 对香菜里的全类物质很敏感 哦不对 准确来说是反感 而这些全类物质正是香菜气味的来源 所以啊 你觉得香菜难闻也不奇怪了 哦 那我怎么听说 有的人一开始也不吃香菜 后来又爱吃了呢 好问题 欲知缘由 且听 下回分解 还有这么多没吃 多浪费啊 不如就让我 现在的人偷外卖也就算了 出门吃个烧烤 怎么还有人惦记啊 我还以为这是你剩下的呢 我可一口都还没吃 不过我掐指一算 老哥 你点的这是羊肉串吧 这么肯定 你还说你没吃过 那你就有所不知了 这羊肉和西瓜一起吃 难怪你会拉肚子 还有这说法 这锅我可不配 虽然西瓜性寒 羊肉性温热 但一起吃是可以 终合我们的性味的 还不是他自己 肠胃本来皱缩 还吹空调 在一起吃西瓜和羊肉 当然会拉肚子了 我跟你们说 现在的人都喜欢像我这样 瘦瘦高高的帅气欧巴 和你们两个肥宅放在一起 待会肯定是我最先被买走 你那是营养不良没熟 在座的各位 是谁一看就不甜 我不说 哎呀 大家都是一个货架上的凤梨 不要吵架嘛 谁扯我的头发 你们看 我说什么来着 哎呀 这凤梨怎么底下还有煤斑啊 看着有模有样的 居然是个黑心凤梨 年轻人不加无德 怎么还看人家的屁股啊 大黑痣的事让人发现了吧 让你整天嘚瑟 这个看起来倒是还不错 体型粗壮颜色橙黄 一看就甜 但是过两天再吃就熟得太过了 你想要过两天再吃 你选它呀 你看那一身亮黄的小马甲 再拿回去放两天包甜 对呀 差点忘了这一点 当天吃选橙色 放两天再吃选亮黄色 您是行家呀 凤梨选俺们这种矮胖的就对了 鬼的声音 回头 父亲 我